傳說中 1號航廈的路徑口 有著神秘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可樂酒精 現在我在桃園機場的 1號航廈的路徑口 路徑就是回國出來的地方 據說在黑松沙士的販賣機台上面 有著神奇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下一台 看 這是什麼 登登 好 那可可剛才在上面其實後面有摸到這兩張信卡 那大家知道這兩張信卡是要拿來做什麼的嗎 其實這一張是越南的 然後它是2月23日開開 然後另外一張是泰國的 就是有些旅客可能去泰國啊 或者是越南 或者是更多其他的地方 然後它去外面 它會 就是要開通手機嘛 所以它就用了一個信卡 可是回台灣以後就不需要了 所以它就放在黑松沙士的機台上面 然後就等於如果你也要出國 那你就可以去我們的信卡許願池上面 摸摸看有沒有你想要去的國家 如果剛好 你剛好也要去泰國的話 那這個卡又可以用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拿它的這一張信卡 然後去儲值 或者是如果裡面有剩的錢 你就可以直接用裡面的餘額再使用 所以就等於算是一個 讓愛傳下去的概念 你這樣子也不用特別再另外去辦一個信 只是會摸到哪一個國家的信卡 就要... 所有啦 總共有一個人 然後你會招待一下 我會選擇 你可以選擇